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权威视调机构John Petty Research 11月下旬的报告显示 2022年第三季度,包括所有平台和所有类型的 全球GPU显示卡出货量仅为7550万 环比减少10.3% 同比瑞减25.1% 创下了2009年以来显示卡市场的最大跌幅 第三季度本来应该是GPU市场的旺季 过往十年的平均涨幅为5.3% 不过,其中,桌机平台GPU出货量减少了15.43% 比电行动平台更是暴跌30% 同样是13年来最惨的一幕 PCGPU渗透率为115% 比上个季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 整个衰退周期中 使用独立GPU AIB的桌机绘图附加显示卡 独立显示卡整体环比跌了33.5% 更加惨烈 其中,独立显示卡当季出货量只有1400万 相比去年同期的2400万 锐减了约42% 相比此前季度的1900万 也减少了约26% 其中,桌机独立显示卡当季出货量约700万 占总数的一半 而此前季度有1000万 去年同期更是1300万 如今几乎腰斩 比电独立显示卡跌得少一些 但也很惨 上季度曾有860万 去年同期为1160万 市场份额方面 回答目前占据整个独立显示卡市场的多达88% 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 环比增加8个百分点 呈现绝对垄断优势 AMD一泄千里 从去年三季度的17% 到今年第二季度只有15% 如今更是区区8% 英特尔确实有了一些起色 二季度占了5% 三季度有4% 相当于半个AMD 桌机独立显示卡市场上 三家分别占86% 10% 4% 其中AMD丢了一半市场 英特尔则一路高涨 笔电独立显示卡则分别是90% 5% 5% 有趣的是上个季度 英特尔 AMD都是9% 第四季度 预测显示卡的出货量还会下跌 但价格会有所上涨 供应也会比较充足 回答作为显示卡王者 第三财机的报告显示 营收为59.3亿美元 同比下滑17% 环比下降了12% 其中游戏显示卡营收15.7亿美元 同比下滑51% 环比下滑23% 这是汇达业绩连续第二个季度大幅下滑了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年终矿卡崩盘之后 显示卡市场受到冲击 再加上下半年 PC需求下滑 显示卡销售失去了动力 库存问题严重 汇达库存总量 当前是44.54亿美元 相比1月底的26亿美元 大涨了70% 其中又可以分为三部分 首先是原材料的19.36亿美元 比1月份增长了一倍多 进行中的库存价值7.88亿美元 相比1月底的6.92亿美元增长倒是不多 占大头的还有已完成的产品库存 价值约为17.3亿美元 1月底是11.22亿美元 也大涨了50%左右 总的来说 从库存数据来看 汇达今年的显示卡是有大量库存增加的 不过这里面的因素也很多 有些是显示卡销售下滑导致的 也有些是上半年显示卡需求高涨 厂商要提前准备库存导致的 比如在汇达的高阶显示卡方面 尽管RTX4080在市场上表现就可以说明一切 该产品的卖向似乎并不佳 尽管首发售庆 但第二轮捕获后 RTX4080现在美国市场已经是随便买的状态 各种现货且少人问津 在欧洲、美国的部分线下零售商处 RTX4080现货堆在一起 先有人问津 业内人士称 RTX4080的销售速度明显没有RTX4090快 首发的库存还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剩余 关于原因 不少媒体都认为与其极低的价效比不无关系 其实从效能上来看 RTX4080的确按照预期提升了 也和RTX4090之间有所区隔 可问题在于价格实在是定的有些离谱 要知道 从2014年至今 挥达各个级别显示卡的零售定价 也没有如此夸张过 其中在RTX4080代表的发烧级 当年GTX980、GTX1080都是549美元而已 后来从RTX2080开始涨到699美元 RTX308012G涨到799美元 今年的RTX4080直接买1199美元 说抢钱也不过分 虽然便宜一点的RTX408012G被迫取消 可于价格还是贵了50% 实际平均下来的游戏效能提升 却只有30% 这就要考虑到RTX4080的主要对手 AMD RX7900XT与XTX AMD在宣发中已经多次强调 RX7900系列从纸面规格、效能、装机友好度、功耗 以及更重要的价格上都比RTX4080更值得购买 桌机独立显示卡在上世纪末之后就持续走低 极显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 尤其是笔电极显如今已经成为绝对主力 实际上集成显示卡占据着大头 桌机市场上高阶和主流其实差不太多 总的来说高阶倒是主力 整体而言 2012年前一直都在高速发展 之后开始了近10年的颓势 2020年至2021年虽然有居家因素助力 但当时更有挖矿 形成了一片虚假繁荣 现在又被打回原形 市调机构John Petty Research的总裁指出 第三季度通常是GPU和PC供应商一年中的旺季 即使供应商在第二季度有指导性下降 但结果却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这样的结果还是太直接 他们知道需求下滑 但是只不过表现的会如此快 该机构预计桌机独立显示卡 今明两年都会持续为民 2024年起开始恢复并缓慢回升 但速度非常慢 4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只是刚刚为整 笔电独立显示卡的情况也类似 或者说更惨一些 复合增长率未来几年一直都是负数 最差的2024年甚至达到-13% 总体来看 AMD 辉达今年虽然都发表了 各自全新架构的新一代显示卡 RX7000系列以及RTX40系列 GPU方向拖了 AMD即挥达两家的显示卡 不仅是贵 还越来越大 首先是价格 他们也提到了当前全球经济环境 不太好 尽管通膨严重 但两家的显示卡价格上涨速度 竟然已经超过了通膨速度 从2020年算计 现在通膨率大概是15%至16% 但RTX4080显示卡的其实价涨了71.5% AMD的RX7900XT也比RX6800XT贵了38.5% 这两家的显示卡不仅是价格上涨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槽点 那就是显示卡体积 也是越来越大 之前有玩家发过的一个对比 华硕的RTX4090显示卡大小 都快跟PS5游戏主机有的一拼了 总之 玩家总归希望能看到价格合适 体积便携小巧的且效能强大的PC 但现在两家GPU巨头的发展趋势 或许不是大多数玩家所乐见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